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這個是沒有咖啡的咖啡 這麼厲害 竟然可以做出咖啡然後沒有咖啡 這是一家新的公司 他叫做Atamo 我應該沒有讀錯 我剛剛有看一下小影片 這個影片說的他的讀音似乎是Atamo 沒有要替他做廣告 只是說正好這是世界上唯一 可能是因為他是唯一目前一家在做這方面嘗試的 所以沒有咖啡豆做出的咖啡 所以他的標題 我們這邊看兩篇文章 第一篇是用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文藝的方式去講他 我們看他的第一段就好了 他第一段寫的就是一個情境給你看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欣賞 所以先看一下他的標題 Coffee without beans Bean就是豆豆 所以咖啡豆就是Coffee bean 所以沒有Coffee bean的Coffee嗎 A startup brews a new cup of joe 講的卡一下 A startup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startup這個詞 就是新創公司 它是一個字這樣子 所以一個新創公司Bruce Bruce就是釀 所以釀出了一杯新的咖啡 A new cup of joe 所以這個 A cup of joe的意思就是一杯咖啡 為什麼用joe就男生這個名字呢 你問我說實在我也不知道 好典故大概是有啦 但是我一般來說 如果我真的很好奇 我才會找這個東西 我現在是懶得找 所以你就接受這個說法就是 A cup of joe就是A cup of coffee 所以他們新釀了一杯咖啡 而且是沒有Beans的 下面一個指標題我也覺得很好笑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那種新創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吃素的人想吃肉 但是他就做假肉 那還有像喝牛奶的人 可能會有lactose intolerance 也就是那個乳糖不耐症 所以他可能要喝沒有lactose的牛奶 甚至他就說因為養牛太殘酷了 生牛奶的過程也太殘酷了 所以我們要喝一些不是牛奶的牛奶 所以這個是比較左派的西岸的一些想法 以及去付諸實行的人 所以這邊這個指標題就說 Shopping for meatless meat and milkless milk Try coffeeless coffee too 所以還蠻玩文字遊戲的 所以你是在買什麼東西呢 meatless meat 沒有肉的肉 以及沒有牛奶的牛奶嗎 milkless milk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沒有咖啡的咖啡呢 Try coffeeless coffee too OK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coffeeless coffee 所以下面這邊就給你看到了 事實上這個顏色我認為跟coffee 也的確是非常像的 你可能會以為咖啡不是黑色嗎 咖啡事實上你如果對著光看 他真的並不是完全黑色的 他的確有一點點其他的 甚至是一些暗紅色的這種顏色在 but anyway 我們來看下去 所以這邊 他這個圖說也 我覺得也值得看一下 所以這個 Atomos coffeeless coffee is made from upcycled ingredients 所以這個字我認為也 慢慢慢慢我們會 會進入我們的文化裡 只是目前我覺得還看到的次數不太多 什麼是upcycle 你看過recycle recycle是回收 可是upcycle則是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你用東西又用上去 然後回收是這樣子回來 例如說你吃那個筷子好了 所以筷子的回收就是繼續用筷子啊 沒錯吧 可是upcycle是仿佛把這個過程往回轉了 所以upcycle我給你一個例子好了 我在前一陣子看到一個有趣的影片 就是人家把我們吃過的那個免洗筷 他就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他把那些筷子弄在一起 而且結果做成一張桌子 而且這個桌子看起來品質還真他媽的不錯 可是你看他你就會覺得 這好 欸幹這真的是筷子做出來的耶 所以你看木頭做成了桌子 然後桌子用久了爛掉了 可能拿去再shred成筷子 有沒有這個過程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看他可以倒過來的過程 把桌子倒回來變成大塊的木頭 然後拿去做桌子 把筷子倒過來 我剛剛有沒有講錯 把筷子倒過來 然後做成桌子 但總之 這個就叫做upcycled 所以是倒回來的 所以是倒回來的 中文不知道該怎麼翻 可是你看過你懂就好 所以他說了這個coffeeless coffee is made from upcycled ingredients 所以倒回來的 cycle的一些ingredients 是那個成分 所以好比說sunflower seed husks and watermelon seeds 所以它是從 sunflower是你知道葵花籽 所以葵花籽的那個husk husk是它的那個鬚鬚啊 毛鬚鬚 然後或者是這個watermelon seed 其實watermelon seed就是我們吃的瓜子 所以瓜子倒回來可以做成咖啡 OK 所以 undergo a patented chemical process 所以它會進行一個有經過專利的一個 chemical process 來做它出來這樣 好 我剛剛說我們來看這第一段就好 這第一段它寫的比較文藝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見賞這個美麗的英文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報導 它講的就是這個東西的一些背景之類的 我們也從裡面學一點英文 所以在這裡讀給你們聽 A block away from the Starbucks on Seattle's busy Western Avenue A woman bends over a coffee grinder and a black kettle full of bubbling water sits on a hot plate the air is thick with the roasty aroma of fresh brewed java the scene would be entirely unremarkable except for a few outstanding details 1. the woman is wearing a lab coat 2. there's a steaming glass beaker instead of a mug and 3. not a single coffee bean was involved in making it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錯 給你了很多的畫面 怎麼說畫面呢 來我們從頭再看一次 所以a block away from the Starbucks on Seattle's busy Western Avenue 所以這個是在西雅圖的星巴克的下一個街口 一個街區外這樣子 所以a block away from Starbucks from the Starbucks 那西雅圖的很繁忙的這個 Western Avenue 這就是她所坐落的一條街的街名 西方大道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a woman bends over a coffee grinder 一個女人啊 就玩笑要在處理了一個磨咖啡的機器 所以coffee grinder grind這個字就是去磨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講過這個字 但沒關係 所以她彎著腰再操作一個 coffee grinder and a black kettle 所以還有一個黑色的 那 kettle就是那個湖 特別講的是煮熱水的那種湖 so a black kettle 那這個 kettle呢 裝滿了 bubbling water 就是水正在滾著 full of bubbling water sits on a hot plate 所以這個湖啊 就坐在一個很熱的盤子上這樣子 所以總之就是一壺熱水 然後她正在一個 coffee grinder 上面操作它 the air is thick 所以空氣呢 空氣很厚 the air is thick 那為什麼厚呢 所以用with來接下去 所以空氣中有著這個東西 因此變得感覺很厚重 with 什麼東西呢 the roasty aroma of fresh brewed java 那 roast 這個字是烘 像我們知道咖啡豆要烘 經過一個烘 烘 能不能叫它烘焙啊 或許可以吧 就經過烘咖啡豆的過程 所以這個慢慢的烤的概念就是 roast 所以它用了roasty aroma 所以就是烤的香味 所以aroma這個字 對不起 我應該一路一起highlight過去 就抱歉好了 所以aroma這個字 就有香味的意思 所以aromatic 就是那個 它的形容詞 那甚至我們中文有一個詞 叫做那個方療師 就叫做 aromatherapist OK aromatherapy 就方療 好所以這個roasty aroma 什麼東西的roasty aroma of a fresh brewed java java也是一種咖啡的種類 我不是很熟 只是我知道這樣子 爪哇 爪哇島的那個爪哇 so afresh 所以新鮮釀出來的java 的這個烤出來的這種香味 就讓空氣變得很厚重 the scene would be entirely unremarkable except for few outstanding details 所以這個場景 會完完全全的 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也不過就是一個女人在泡咖啡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scene呢 scene就這個場景 會完全的unremarkable 沒什麼了不起 除了有幾個小小的 令人覺得感到很 outstanding 很突出的一些細節 所以except for a few outstanding details 一些很突出的細節 什麼細節呢 所以大家一 二以及三 講出來這三個細節 第一個 the woman is wearing a lab coat 這女人穿著一個實驗室的那個白袍 很特別吧 怎麼會有人泡咖啡 穿著實驗室的白袍呢 to there is a steaming glass beaker instead of a mug 所以 我們講到grinder 我們講到剛剛的cattle 那總要有一個東西來裝咖啡吧 所以裝咖啡的一般進入是 馬克杯 所以就是mug這個字 我覺得這個也是音異怪的字 就mug mug 很多很多年以前的 這個字是在我高中就看過的 所以總之 這裡沒有一個mug instead of a mug 所以 沒有mug 而有什麼呢 有一個steaming glass beaker beaker這個字可能你比較少見到 如果你上過化學課你會知道 beaker就燒杯這樣子 ok 燒杯 所以有一個正在冒著煙的 steaming的 那它是一個玻璃的 當然glass glass beaker 而沒有一個mug 所以它用一個燒杯來煮咖啡 而第三點 not a single coffee bean was involved in making it 連一顆咖啡都沒有用在這個製造的過程裡 所以 嗯 我覺得光看這第一段 就會讓你覺得 wow that's interesting 你就會想把它再堵下去 所以這就 充分展現出它這個協作功力不錯 那這是bloomber的新聞啊 蠻意外的齁 好anyway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的這一段 然後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報導 這邊這個報導就是講的比較 在更細節一點點 so no beans needed Seattle coffee maker develop a sustainable cup of joe 所以它用了cup of joe sure ok 所以它發展出了一個sustainable 那可能是咖啡豆的種植可能太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這個東西能夠比較永續發展下去 所以我們常看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就是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所以sustain就是維持住的概念 好 所以這邊說 atomo is a molecular coffee made with upcycled plant material molecular的意思就分子 我們知道有分子料理 所以現在也有分子咖啡 所以molecular molecule 它的名詞的發音跟形容詞不太一樣 molecule molecular molecule molecular 所以 這是一個molecular coffee 那它是用一個剛看過的 upcycled 好 那什麼plant material 植物的一些材料 好比說pits like pits 然後還有seeds and stamps 這個pits我剛剛還特別找了一下 因為我了解pits叫洞 洞穴的洞 那後來找了一下知道說是 它好像把它翻譯成管包 包是那個肉字旁一個包 還是念包 對不起 所以總之就植物上的一些 孔洞管洞什麼之類的 細胞跟細胞壁之間什麼鬼的 其實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大概就接受它了 所以其實你看 所以你新聞 學英文真的需要這麼深究一個東西 到底在講什麼嗎 我可以 我可以diver過去 然後開始去研究pits到底是什麼 然後花接下來兩個小時讀這個東西 也是進步英文 如果我看的是英文的話 那如果是你比較想要了解到 這篇到底在cover什麼 你看了大概懂了 就可以繼續go on下去了 因為我最近也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就在一些英文的討論群裡面 有很多學生他問問題 他會非常的鑽牛腳尖 鑽在一個 鑽到一個我覺得天荒地老 他都不放棄的一個概念 我真的覺得 我很想勸他 你可以放下他了 就我必須要說 那不是一個最好的學習方式 你小心點 在平常的英文 你很想要多出現 你不把整個詞 從我們滿足 千元十字幕 卡住在一個資格 碰到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十字幕 每天 一天 一段時間 所以 這話你能擁解 有很多詞 詞、詞、語紀 小小 假承 所以 但是 一些學習 會 很划 在 they're hellbent on digging through lots of you know uh references or information about where a word comes from i'm not saying i'm totally against it but i am against it because you know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sacrificing the opportunity to like i said to be exposed to lots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you uh that can help you i guess in a sense uh convert your world into one that is written in english we have we know lots of things of course but things that are these are things that are written in our language you have lots of knowledge after you i don't know you spent 30 years 40 years on this planet earth i'm sure you've accumulated lot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your head but in your mother tongue so your goal of learn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is to convert that world into this new language so if you're only interested in i don't know how a word came to be and you spent you know hours on end trying to sit you know sift through information about that about that you know the source of a word the origin how it came to be and stuff i don't know i i somehow i i feel you a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at's that's my opinion take it or leave it 好这扯得远了来我们再看下去所以这边继续下去说的是这个 呃我们看到对不起我这里就不能太放大因为再放大事实上又会很困难 哦为什么会很困难就是他的宽度会变大所以他这边说了 we have a way to produce exactly what the beam produces without even having to grow a bean so he has a way to produce the bean 所以他有方法来生产出 bean所生产出的东西来而甚至不用生出这个 bean 来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 chief scientist and profounder a co-founder对不起 呃好我们直接再看下去好了 so they say they say it smells like coffee tastes better than coffee and even has caffeine 所以他们说闻起来像咖啡尝起来比咖啡还香还好喝那甚至是有 caffeine 所以caffeine是咖啡因所以咖啡因就是 caffeine caffeine okay tastes better than coffee and even has caffeine we actually get to determine what it tastes like by by adjusting our process so where we've reduced the bitterness compounds and the acid compounds thereby creating a smooth cup of coffee that doesn't require cream or sugar in order to give a great tasting experience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看一段看是不是能再看一段大概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能够来决定we actually get to determine 我们能够来决定we get to do something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做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what it tastes like它尝起来像什么藉由什么呢藉由调整它的这个生产过程by adjusting our process so we've reduced the bitterness compounds 所以我们减少了减少了什么呢bitterness bitter是苦的 ok 那后面还有acid这个词是酸的 其实酸的还有sour这个词但无所我们先看 so the bitterness compound 那compound是什么 compound翻译成化合物 它还有是像均匀也叫做compound 所以compound总是就是东西集合在一起嘛 那均匀也是一样的概念啦 这边有练习的地方这边有睡觉的地方这边有厨房这边是洗澡的 合在一起叫做compound 那它跟化合物的概念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 so 所以他们来reduce的这个bitterness compounds and the acid compounds 以及酸的这些化合物 因此就能够thereby creating a smooth cup of coffee 所以创造出一个很滑顺的一杯咖啡 that doesn't require cream or sugar 不需要cream 不需要sugar 所以cream就是加奶精加牛奶这样子 也不用糖 in order to give a great tasting experience 为了能够来给出一个很棒的品尝的体验 再看一段好了 when we are in jared's garage 所以这个jared应该就是他前面讲到founder还是之类的 formulating our very first cup of coffee we didn't have the bitter compounds 当他们一起来去这个formulate 其实formula是 formula是什么 方程式 所以formulate 你就把想象是方程式的一个动词 所以他们在试着配方着一个咖啡的时候 so when we're in 这个人的garage formulating 配方着 our very first cup of coffee we didn't have the bitter compounds 他们是完全没有苦的这个化合物的 so we left them out of our first cup of coffee 所以 oh 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就干脆做出来这第一杯就没有 他的没有的意思是手边没有这个素材 so we left them out 就 leave something out 就是不把它包括在里面 so we left them out of our first cup of coffee 所以我们第一杯呢 我们就不包括这个苦味在里面 and when we tried it we said this is what coffee should taste like 所以当我们试了以后 我们就说咖啡就应该像这个样子 就不苦 it had the smoky and the roasty but it didn't have the bitter 它有这个烟熏味 有这个烘的味道 可是没有那个 bitter的味道 我觉得这 I don't know 这说不定是他们的这种 你因为做不到你就说这比较好 I don't know yeah ok 我很想再看下去说真的 但好了 再看一句好了 the mission behind atomal molecular coffee is grounded in concer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act on rain forest 所以 他们背后的这个目的 就是立即与 is grounded in something 所以ground是地面 这里的被动过去分子 something is grounded in something 就是什么东西就扎根于什么 立即于什么地方 所以立即于什么东西呢 扎根于什么东西呢 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担忧 in concerns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act on rain forest 以及对于这个热带雨林的影响 当然 of course sure 然后他们希望做到 they hope the atomal process will alleviate some of the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所以他们希望这个过程 他们这个制程 能够aliviate就减缓 减缓对环境的压力 aliviate 不知不觉又继续看下去了 好 但我想我们到这里 大概也真的够了 我把最后两段念完就好了 好吧 我实在有点不想 因为它只剩下两句而已了 所以我把它变小一点 你用听到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不到我很抱歉 we are not trying to replace coffee but we want to provide a sustainable choice like today if you want to buy a tesla an electric vehicle or gas vehicle you have that choice atomo will unveil its first product a canned cold brew later this year and then move to coffee grounds and molecular beans 好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好 希望你喜欢 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讲完了这个 coffeeless coffee 你会想喝喝看吗 我又觉得大家可以喝喝看 可是我一般来说 我也没有很强的一个 dependence on coffee i probably drink some coffee you know before class other than that i try to steer away from coffee because it gives me all kinds of you know negative impact on my body 有的时候喝了咖啡之后 脸上会有一些 那种奇怪的皮肤状况之类的 but that's me maybe that's not you ok 所以可以了 我们就这样子做个结束吧 我是Paul 我明年见